你敢相信吗 这个恐怖故事频道 一个月竟然能赚7.2万美金 浏览它的主页可以看到 它拥有642万的粉丝 它的视频流量都非常大 而它做的只是给观众讲恐怖故事而已 今天的视频我会教你如何利用AI 制作类似的视频并自动化整个流程 从写脚本生成画面到配音 而且这个视频中用到的所有AI工具 都可以是免费的 更牛的是 整个过程只需要10分钟 不像其他的副业需要出卖大量的时间 还无法产生复利 如果你对AI加社交媒体 赚取被动收入感兴趣 那么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我保证你能轻松学会 那么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我之前我做了一个 儿童睡前故事频道的讲解 在调研过程中 我也发现了大量这种恐怖故事类的频道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它们的主页风格都非常类似 共同点就是 粉丝量和播放量都很好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些频道能够在YouTube 抖音火起来 而且还经久不衰 有的频道都火了 快有10年了 你说他们不赚钱吗 我绝对不相信 如果不赚钱 为什么前扑后继的 有大量这样的频道涌现呢 而且他们还持续的在发布视频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赚钱 以及能够赚多少钱的呢 在深入调研之后 我又惊掉了下巴 比如说这个频道 Social Blade的显示 它一个月能赚9000美金的广告收益 从他的主页会发现 他还在卖自己的衍生产品赚钱 而这些产品根本不需要什么设计 也不需要囤货发货 只要有人下单 可以直接用Spreadshop的服务时先交付 实打实地把流量利用最大化了 类似的频道 你只要在YouTube上搜索Scary Story 或者恐怖故事 你随便就能发现很多例子 他们的视频特点是都非常简单 基本就是图片或者照片的拼接 主要是依靠第一人称叙事的手法来讲述故事 加上有磁性的配音 以及配上恐怖的BGM 在剪辑上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OK分析结束 我们来拆解一个这里的热门视频 我们点开它的热门视频 可以看到视频的主题 是三个发生在新年夜的真实恐怖故事 觉得这个True Story 可能是点剂量高的因素之一 为把恐怖故事与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就容易吸四级恐 那我们再回到视频来看 它的视频结构非常清晰 就是简单排列三个恐怖故事画面 简单的图片切换 再配上诡异的背景音乐和低沉的男生 制作难度确实是非常低啊 发布一个月 它就有了95万次的播放 这个流量就是非常的巨大 OK分析完毕之后 Step 1 我们用ChatGPT来生产故事文案 首先我们在对标视频的描述 栏下方点击内容转文字 可以在右边看到竹子稿 然后去掉时间戳 复制粘贴到ChatGPT 让它学习该故事的风格 总结这个故事的核心 因为我经常使用ChatGPT分析文案 所以我提前做了这个小工具 文案分析模仿助手 它可以反馈更好的结果 如果有需要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把GPT-S的链接供详给你 或者以后出视频 教你如何制作这么个小工具 很快ChatGPT就反馈了 三个故事的分析结果 我比较喜欢第二个故事 这个故事营造了一种 诡异和不安的氛围 通过描述一对夫妇 在新年夜回家时 遇到的神秘女子 和随后的恐怖经历 传达了恐惧和惊悚 我希望模仿这个故事 来做一个新的恐怖故事 也交给ChatGPT了 很快他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故事 这个故事读着都感觉被发凉了 很精彩 大致讲的是 一对夫妇在新年前夜 从朋友的派对回家后 他们在地下室 遇到了一个背对着他们 穿着陈旧长裙的女人 这个女人 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唤 而且在警察到来时消失了 后来他们发现 家里的老照片中 在1920年拍摄的照片中 有个女的穿着同样的衣服 好了 来到第二步 生成对应的故事配图 首先 我们让ChatGPT 用刚才的文案来进行 镜头拆分 并且把场景和场景描述 用表格的形式呈现 以便后续生成各个场景的图片 很快我们就得到了12个场景 以及对应的描述 这里有个关键点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目前的AI技术 在生成图片时 很难在每张图片中 对角色和物品的呈现 保持一致性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额外的工作 来辅助它解决角色 一致性的问题 我们这个故事中 涉及了多个角色 为了便于后续 生成场景图的时候 让这些角色的形象 能保持一致 我们需要让ChatGPT 描述5万钟的角色 然后让它在后续 生成每张图片的时候 都记住这些描述 这些都是我实际踩过的坑 尝试多次的经验 在这两步准备工作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生成各个场景的图片了 很快我们就可以 从图片结果发现 生成的各个场景中的主角 外观一致性还是有问题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 角色衣服颜色不一致 所以我这里指出了 ChatGPT的错误 需要让它重新描述 我这里特别强调了 注意服饰的颜色 在这个调整后 我们得到了更好的图片结果 使用AI生成图片的过程 一定不会一帆风顺 过程中还是会有其他的 一致性问题出现 比如女主角的发型不一致等等 我们需要针对这些明显的差异 指出来 并让它继续优化 最后 我的各个场景图 就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步 AI生成语音 这里我推荐使用 Eleven Labs这个网站来制作 这个网站是免费的 而且操作非常简单 登录后 在菜单左边选择Speech 然后选择Text to Speech 文字转语音 在下面的菜单中 试听语音 一般恐怖故事 都是以男生叙述 我在之前生成故事的时候 没有注意 所以这个故事 是以女主为第一视角 进行的叙事 我建议大家制作的时候 尽量选择男生 应该会效果更好 我们来听几个声音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A man sees in the world what he carries in his heart 我觉得前面这个声音好一些 用它试试 把我们的英文故事拷贝进来 最大支持单次生成2500字 如果字数抄了 就分批生成即可 那么现在画面和配音都有了 我们进入第四步 剪辑 打开剪映 把画面和配音都拖拽进来 按照场景顺序铺好图片 调整画面的时间长度 基本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想让故事更有感染力 可以再添加一些恐怖音效和特效 我推荐FreeSound这个网站 它是一个免费的音频网站 我们输入恐怖相关的关键词 听一下这个 我觉得不错 点击下载 我们可以多找几条这样的音频 或者环境音效 接着回到剪映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 加入恐怖的配音 烘托一下气氛 再给画面一点特效 比如这个老电影特效 应用到所有画面上 恐怖氛围就强多了 是不是比想象中简单多了 来看一下成果吧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AI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解决方案 它已成为推动创新 实现梦想的强大引擎 想象一下 仅仅一年前 我们还在为复杂的数据分析 文案的制作 配音或是设计的挑战而头疼 但现在 AI不仅解决了这些问题 它还开启了无限的创造可能性 不管你是艺术家 教育者 企业家 还是开发者 AI都能赋予你超越以往的能力 让你一个人就能完成 以前一个团队才能做到的事 但要真正利用好AI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技术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开放和学习的心态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频道 你会看到很多拆解其他成功频道的案例的原因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频道 都可以尝试利用AI工具 提升内容创作和变现效率 你不必懂得所有技能 不需要是专家 也不是必须出镜露脸拍摄剪辑 也能做自媒体 你只需要成为最先学会应用AI工具 进行内容营销的那批人 你就有可能超越99%的人 最后 希望这个视频能成为你在AI领域探索旅程的起点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启发 请不吝点赞和分享 我非常期待看到你的成长和成功 有任何想法 疑问或是成功的故事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 再见